山林洋越野暖冬峡谷站13日上午在暖冬苗圃开跑 数百名跑者沿着蜿蜒的山径展开比赛 跑在五分山西风上俯瞰山巒之美 让跑者们除了能挑战自我的同时 也能享受山林独有的清凉 本场越野赛设定了不同难度的赛道路线 共分为三个组别 21公里林洋组 16公里山珠组 10公里野兔组 在16公里组拿下冠军的陈亦凡 赛后也笑谈这是一场辛苦的挑战 今天赛道很有鉴别度 就蛮难的 我觉得如果初次可能10K先试试看 16就蛮有鉴别度的了 我是因为昨天又跑一场半马 所以今天就跑16 所以这个困难度又加深了 21公里组是一个极具困难的赛事组别 不断爬升的挑战 更是考验跑者们的体能和肌耐力 分别夺下21公里组男女总医的 孙宏恩 刘孟磊 他们是热爱参加越野跑比赛的夫妻党 在赛后也大方分享参赛心得 以及越野跑比赛的训练方式 比赛的氛围让整个速度跟整个跑的节奏会比较高 所以感觉到的强度会比较高 补给站结束之后的长上坡 那一块其实肌肉就已经在疲劳了 所以那一块是一个很考验意志力跟耐力的一个最后阶段 如果是训练的话 其实训练都是走比较无聊的路线 就是无脑的训练路线 你就只要注意自己的状态 然后配速跟补给身体的状态 山林洋越野暖东峡谷站顺利圆满落幕 主办单位这次也特别将路标标示明确 让跑者们能无忧无虑地在山林中穿梭 越野跑不仅是一项体能挑战 更是一种心灵的放松 并且还能同时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与清新的空气 孙内 基隆报导